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行程实在是太满了 对一个老奶奶来说真的是该见的人 她真的要利用机会一次性见完 4月4号就抵达广州 5号上午和经济专家举行圆桌会议 随后会见广东省省长 下午会参加中国美国商会主办的活动 傍晚与副总理何立峰举行双边会议 4月6号她会离开广州去到北京 4月7号会与总理李强进行双边会面 然后分别会见北京市市长以及北京大学的师生 晚上会参与与中国财长蓝佛安的双边会议 同时4月8号有人就是现在放出消息说 会和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会面 随后会与央行行长潘弓胜举行双边会谈 下午会举行一个记者会 当然美国财政部的届时会进行同步的直播 4月9号老奶奶行程告终 可以回到这个美国了 我们其实来看一下 这次大家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就是美国在任的重要财经官员 和中国已经退休的财经官员的会面 是比较罕见的 但是鉴于耶伦跟刘鹤之间的一些交情的话 这个我们一会请谦歌帮我们来做一下解读 同时还有一个重磅消息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MAT60出来的时候 恰逢谁 恰逢雷蒙多到北京来进行访问了 立刻就给他了一个下马威 没有任何消息MAT60官宣了 这一次我们大家都在期待 华为P70系列多久开始进行发布会 其实已经有圈中 就是科技圈当中非常多人有收到了信息 说4月8号邀请函都发了要发布这个新闻发布会 但是昨天就有博主发帖说 发布会突然取消了给媒体老师们退票了 这个简直太少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有暗示说4月8号的发布会是取消了 那么现在相关产业链的人士就说 P70可能会加入他们的一个叫做先锋计划 随时可能开卖 意思就是和去年MAT60一样 不会在发布会之后才上架 而是在官网直接上架 我想请教一下 千哥刚刚那张图大家也看到了 先是雷蒙多来当代言人 这次您觉得华为突然取消这个发布会 加入先锋计划 我们究竟如何去解读呢 当然如果说再复制一次的话 它的效果一定递解 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在新闻的炒作 或者产品的炒作 雷蒙多在当时 其实是一个无心插入的柳成衣 因为本来华为就要公布了 本来就要直接开卖 但是由于雷蒙多对于华为是非常的有恶意的 非常敌意的 而且是对于华为下手 那么他从来是不客气的 也不予以利的 因此华为的反击是合情合理 我们都可以完全的理解 然后雷蒙多的这种情绪性的反应 因为他的严重的挫折感 失败感跟失落感 三感全部都加在一起的话 他的这种失去理性的一种反应 反而把华为衬托到最高点 所以华为就突然间 雷蒙多成为一个不知心的 全志工的就是自愿意的华为手机的代言人 然后这个对于华为的贡献是不少的 那我们谢谢雷蒙多这样的一个贡献 让华为可以马上开卖 而且他不只在中国红 也不只在两岸红 而且他红到全世界 一下子全世界都知道 华为胜利的回归了 他不只是荣耀回归 他是胜利回归 整个都凯旋归来 那这个凯旋归来坦白讲 这个对华为来讲 真的是及时雨来的好 华为真的需要这个及时雨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大家都说 你青睞你绝对不可能做得出来 所以华为Metalus绝对不可能用青睞 当时就在讲这个 雷蒙多也是认为你不可能的 结果华为果然用青睞 而且是中国的芯片 那这个对于雷蒙多来讲 就狠狠地打了你两巴掌的脸 华为果然这一支不负众望 卖得非常好 而且品质非常好 大家真的是爱不释手 我的女儿现在在大陆 她就用了这一支手机 因为这支手机我在台湾 比较不容易用 我就给她 然后她跟我说 爸爸实在是太好用了 妇女机了 妇女机 她真的是觉得实在是太好用了 好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华为是成功的 那现在七零 因为六零的生产线 已经确定关掉了 现在是七零要开卖了 各位想想 七零目前来讲 是讲的是无奈你 所以这不得了 那但是我觉得大陆对联盟多来讲 不会有恶意的 因为 对耶伦来讲 因为耶伦上一次到中国的访问 他的态度是友善的 是客气的 虽然他没有让步 虽然中国也没有让步 那双方都没有让步 但是彼此之间是相互尊重 就是态度是友善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我相信华为不会想让耶伦很难看 只是因为大家都记得联盟多 所以华为如果要免费的 搭上这班宣传列车的话 那当然他就直接开卖 我觉得会引起大家的主动对照 主动做对比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宣传手法 也就是说华为没有要针对耶伦 但是大家会主动的拿来对比的时候 这种宣传手法 那就是非常好的 而且免费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华为70 如果能够卖得很成功的话 我相信这个对华为来讲 绝对是好消息 所以我个人是乐观其成 希望华为的70 也能够再上一层楼 因为如果他证明了五奈米以下 那这个就突破了美国所有的限制了 因为就毫无意义了 那这个也对于ASMOR 会有很大的提醒作用 就是说如果你要打压中国 中国迟早会把光刻机做出来 那个荷兰ASMOR 你本身荷兰政府 旅特要为你的国家企业留一个本 留一个根 你不要逼着ASMOR跑到法国去 因为ASMOR知道 美国不敢押法国 法国马克龙也不是你美国可以押的 所以ASMOR如果真的签到法国去的时候 ASMOR它卖给中国大陆 基本上就限制就不大了 因为美国不敢对法国下手 如果美国对法国下手 法国纠缠美国 会让美国痛不欲生 法国的外交纠缠手段 我觉得美国也可以见识一下 法国人是怎么纠缠你 谦哥讲一定有道理 你跟我经验没关系 我没有经验 对啦这次 当然我有听到说 不是说为了耶伦怎么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觉得 对于耶伦这个老奶奶 还是很欢迎的 只是说你来了之后 中美元首刚刚通电话 所以说我们就不想让你当全球代言人了 我们发布会就暂缓暂缓 但没想到反而起了反效果 我们也乐观其成 同时谦哥我想请教一下您 我刚刚也提到了 这一次的美方公布的行程 他其实也和中国的前国务总理 刘鹤有这样的一个会面 因为刘鹤毕竟是经济重诚 习近平主席对他也非常非常的信任 您觉得他们之间从以前的交手 到现在这一次的一个会面 您期待一下耶伦这一次的来访会 提一些哪些要求呢 因为我给他的定义是来话源来了 我是这样看法了 因为何立峰是先赶到南部去 到广东去接待耶伦 这代表中国的诚意 我想两位财长 两位经济部门的这么重要的 那何立峰南向 这真的是中国的诚意是很够的 那为什么耶伦最后要见刘鹤 因为耶伦最高的行政 只能见到李强 他见不到习近平 但是可能美国的情报界 他们的推估 这个刘鹤虽然因为年龄到了 他必须要退休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的重要性 他的影响力 我觉得他们的推估里面认为 习近平在很多的经济政策中 可能还是会咨询刘鹤的一些意见 咨询我再强调 所以等于是有点像顾问一样 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主要的操盘手 那现在当然就是何立峰 负责来执行所有的财经的一个政策 因为他是副总理管财经领域的 那但是问题就在于 最高的领导人这个部分里面 刘鹤应该还是扮演相当的一个角色 所以美国应该是 因为他不可能见到习近平 所以他跟刘鹤的一个对话 也可以去掌握一下一些情报 就是说刘鹤的想法是什么 那他等于是间接的可以推 那习的想法可能是什么 那为什么刘鹤愿意见 就是因为 因为叶伦对于拜登还是有影响力 叶伦在美国的财经界 还是有影响力 所以刘鹤跟叶伦谈的越深 刘鹤去判断美国的财经界 特别是拜登的一些想法 也是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互之间 都在收集讯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至于叶伦能够谈出什么来 我倒不觉得能够谈出什么具体的成果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 现在时间站在中国手中 也就是时间是对中国有利 对美国不利 为什么越美国在大选期间 在11月在大选期间 那这段期间 坦白讲 对大陆来说的话 等到你大选后再说 也不是一个办法 那所以现在就是 你要来我们欢迎 但是要谈出什么来 我们静观其变吧 就听听你有什么想法 然后再看看你愿意让多少 你愿意让多少 中国就可以让多少 你不愿意让 那中国也不可能让嘛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倒觉得 叶伦这次到大陆来 他如果美国不让 中国也不会让的 那也就是一定 又是空手而亏的 是 确实因为刚刚提到的刘鹤 我去看了一下 当时2013年吧 美国的国家顾问 有来中国访问的时候 他习近平主席 跟他身边的一位助理说过 介绍嘛 他说这是刘鹤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然后之后大家去观察 2013年之后 无论是习近平主席外访 还是对内的一些调研 如果是经济问题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会有 刘鹤的一个身影的 他也被称为中国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国师的角色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 耶伦为什么聪明 为什么中国第一个机会 会给到他 双方都在摸底 他不是来像布林肯一样 做做秀啊 这个宣扬一下就走了 大家发现没有 他还有什么圆桌会议 还会和北大的师生 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 你就会发现他的摸底是全方位的 同时我想请教一下谦歌 因为我们去看了一下 耶伦去年 您刚刚也讲到了 去年他的行程 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突破的 但是还有一个好处呢 其实建立了中美的一些经济层面的对话 基本上保持着每一个月到两个月对话的这样的一个评次 包括这一次耶伦来有对中国放话说 我要警告你们 这个像世界倾销新三样 这新三样是什么 就是中国老师提到的心智生产力非常引以为傲的 第一个是电动车 第二个是光伏 第三个是锂电池 我就去找了有一些资料 特别妙 这个是美国车评网站 一个联合创始人叫做杰森托尔斯钦 他有讲到就是说 因为美国他说那么多车嘛 但是他就想说中国电动车有更多 我就去买了一台叫做老头乐 寄到美国去 周围人简直是羡慕坏了 大家看到图中这个就是老头乐 比较用于一些老年人接送一些孙子辈上下学 会去菜市场其他地方 刚好呢就非常的来适用了 他提到就是说中国 你有235个车型可以选择 几乎从价格豪华度 技术含量实用性 所有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细分市场 他还有提到 就说其实美国也有50多款电动车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难题倒不是汽车 而是充电问题 我就去看了一下 最近有一个数据 拜登当上台时候 就有拨款75亿美元 承诺大概到2030年 全美国要建50万座电动汽车的公共充电站 但是现在已经两年多过去 大家就去数了一下 只完成了7个 还有40多万个充电装要去做 我就想请教一下谦歌 叶伦还是来谈经济和产业问题的 但是好像问题并不是出在中国身上 好像美国自己问题挺大的 因为你要来中国总是要告诉美国的人民说 我是来吵架的 我不是来投降的 我不是到中国去举白旗 我是到中国来吵架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满足美国的国会 那些鹰派的他们的胃口 就是说我没有示弱 我要去吵架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价能不能吵得起 我基本上是认为吵不起 第一个 您提到了电动车 他说中国大陆倾销 说生产过剩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燃料车跟电动车 现在在全世界的比重多少 还是以燃料车为主 没错 电动车为辅 那我们又要要求 要解决气候暖化的问题 又要走向绿能 然后又要减少排碳量 而且这个已经在联合国的框架里面 定出一个要碳中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排碳量要减多少 欧盟也已经定出欧规了 说我们要征收这个碳税 20%到25% 这么高的碳税 所以电动车这条路是世代必行的 那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非但不构成请销 还是缺口很大 中国大陆应该再多生产制造 这个真正的问题就在于 缺口还是很大 所以燃料车的第一个站不住脚 真的是站不住脚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美国人问的是 那你为什么那么便宜 可恶 你怎么可以那么便宜 你一定有补贴 那我就要告诉美国人说 你错了 目前在人工智能这个部分 全世界领先的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叫美国 一个叫中国 它在全世界是病假期区 AI嘛 是领先的 可是美国是以金融服务业为主 是它的经济最大的分量 金融服务业 生产制造业不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一个结构 所以美国的AI 它优先发展在这个聊天机器人 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聊天机器人发展的越成熟 它越能够取代这个服务业 越能够取代这个金融的这些客户咨询的远端的服务 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大部分面对的其实是机器人在跟你讲话 而不是真的人工人在跟你讲话 是的 那它依靠的就是聊天机器人 美国在这个部分里面 因为它国内的需求 它经济形态的需求 所以它在这个部分发展的很成熟 而中国的AI重点是放在生产制造 因为中国是制造业的大国 所以中国大陆的人工智能大部分是放在生产制造这个部分 所以中国是领先的 也就是因为如此 中国把生产制造的成本降得很低 因为大量的使用AI 所以这个是两个国家不同的侧重点 但是两个国家都成功 而美国在金融服务业是成功的 中国在生产制造业是成功的 你怎么可以说中国是透过补贴 然后来去降低这个成本 这是胡说八道 中国可以提出更多的证据 来提供中国BRD他们的成功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生产机器人 人工智慧这个部分 中国是领先于美国 那中国现在回过头来 去发展聊天机器人 就是因为也要满足服务金融业的需要 这个是平衡 就是两边都要赶上来 但是中国是现在人工智能这个部分赶上 所以我觉得叶伦的指控也站不住脚 另外风电光伏连板 你刚刚讲的光伏电板 光伏太阳能板 大陆已经占全世界80% 大陆没有理由要再补贴 而且大陆本身由于占80% 所以它的生产成本竞争力本来就很强大 那世界需求量那么大 你这些欧美的企业竞争不了中国大陆 你就跟中国大陆合作 整并 并购 你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这本来就是商场竞争本来就是如此 你赢不了你就卖 中国大陆也愿意买 而且就在你的国家生产 而且中国就是能够 在你的国家生产更低 更便宜 成本更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人工机器人就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人类间是一个好消息 因此 叶伦这个部分也站不住脚 那电池本来中国大陆在专利 这个部分技术就是领先于全球 那既然领先当然要借这个专利的机会 扩大市场占有率 那难道不就跟你美国半导体一样吗 你为什么在世界占有率那么高 那就是因为你领先嘛 那难道中国大陆要说你这是不公平贸易吗 你这是请销吗 你这是补贴吗 我觉得这个叶伦 你是大学教授 要留点大学教授的水平吧 你不能成为政客 他就是一个政客了 你不能成为一个政客 你还是要有这个大学教授的一个基本的文员的这些涵养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三点都站不住脚 所以我个人的估算 他三点在中国 何立峰就会逼我用更简单的方法 就兑回去就解决了 那还是好朋友 吃吃饭 再来吃一点什么轻的 什么轻的 建手轻 置换的建手轻 对对对对 欢迎他再多吃一点建手轻 对 新鲜的 新鲜一定要煮好 不然会产生置换的效果 所以我们还是对 比较新鲜的 我们对老太太的健康还是很关注的 还是期待你来 但是成果的话 你都给我们下马威了 那不好意思的话 那公事公办 但是私下还是好朋友 大家互相摸摸底 我们也看看他这次来六天能谈得出来个什么 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中美元首通话了之后 确实是给耶伦甚至跟布林肯 后面都打开了一道大门 但是今天特别要请千哥来 帮我们解读一下 我仔细去看了路透社的一个报道 它里面有一句话 可能大家没有重点去解读 但是我今天想请千哥解读一下 路透社说两个领导人强调军事交流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他说中国军方高层也会互通电话 中方还将派代表在这一周参加夏威夷举办的军事海事协商协议会议 讨讨讨论如何避免或者是更好的理解对方的行动 我就在想说其实习拜会之后去年12月21号 这个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正立 是应约和美军参谋联系会主席布朗友进行一个视频通话 也算是正式恢复了军方高级别的会谈 所以我们由此来推断一下这个路透社的爆料 可能不久之后是不是可以期待董军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样的一个通话 因为董军的海军背景是非常有利于中美海事沟通的 并且刚刚也提到了 因为这一场是中美在夏威夷关于海洋问题方面的一个磋商 那我就想问了日美澳飞在这周天也会在南海举行 首次的四国全面海上演习 所以您觉得美国是不是想要借夏威夷跟中国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 顺便也来摸底一下中方的一个态度 两国两军的关系 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通常两国恶化的时候是军事关系先结束 就是军事关系先退 那两国的军事关系要建立起来的时候 必须是两国的关系和缓了 它军事关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所以是先退后进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路透社的这个报道 这个解漏代表什么呢 其实是中美的关系已经在和缓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去年在旧金山庄严的会谈是有成果的 那表面上美国因为要选举 所以他们要装模作样的 在美国的国内好像要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也要很强硬 但是私底下这些强硬的具体的做法 事实上是有在减少 也就是有所反合 例如说雷蒙多讲话都很凶 但是你会看到他推出来的法案是越来越少 而且越来越慢 还是有推但是比他慢了 步调没那么快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讯号 例如说戴琪到目前为止 还不得其门而入 任期都快结束了 中国这块土地踏不上去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凶巴巴的要来吵架的人 那中国大陆到现在还是不欢迎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看到苏利文话讲少了 然后布林肯他就到处像无头苍蝇一样 忙东忙西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人搭理他 拜登这一次的讲话 其实是为了讲话而讲话 也就是说你不要不理我嘛 习近平你不要不理我 你可以见我的州长 然后可以跟我的企业吃个饭 然后跟我的工商界的领袖聚个餐 然后聊聊天 你还可以招待我的学生 可是你就是不理我联邦政府 我很可怜耶 你都不理我 我的苏利文你也不理 我的布林肯你也不理 雷蒙多你也不理 然后没有一个人你要理 然后我们都很想跟你聊聊天 聚一聚 然后你都不理我们 所以我就只好拿起电话来 哈喽 愿不愿意接我电话 那当然习近平说可以啊 接了电话啦 那这样子好 我的耶伦跟布林肯可不可以去 欢迎啊 来啊 那你想想看 那个拜登的目的达到了 好 那军事 其实在这个里面就谈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 双方的总长级的对话通了 那当然接着就是部长级的对话 也会通 这个已经看起来是没有悬念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通归通 打还是准备要打 那该打的时候那就不客气了 所以你会看到 解放军在这次南海里面所揭露出来的演练 那也就是 请问一下 他的演练是跟菲律宾吗 还是只是跟菲律宾 还是包括美国在内 当然是包括美国在内嘛 因为他的演练的科目里面 包括他的船舰受到导弹的冲击 那对不起 菲律宾没有这个本事 美国有这个本事 然后美国的战机凌空 所以解放军的导弹铺卫舰就进行空中的拦截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都在演练的是跟美国人在南海的对打 我觉得这个美国也看得很清楚了 解放军其实在整个操兵演练 都是跟美国的作战 而且都是采用的是多种城市的立体的打法 美国也很清楚 所以你看您刚讲到的 美日澳飞要在巴勒旺岛 这个举行军演的时候 南部战区就宣布要举行实弹的演习 你到时候再看看 美国的航母会停在哪里 好 刚刚谦哥您的一个假设设定 是从南部战区的军事演练开始的 它的目标都不是为了对着菲律宾而去的 而是为了对着菲律宾后面的美国而去的 那我就想同时请教您一下了 因为菲律宾最近很上头 首先因为这个是菲律宾前总统的发言人指出说中非之间其实有一个君子协定的 大概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仁爱交的这个地方呢 大家都保持一个默契 就是说我们维持现状啊 我也不来拉你的破船 你也不要来挑事 这是中国和菲律宾在之前的总统任期当中为什么能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 但是这句话一说呢立刻引发了菲律宾的轩然大波 菲律宾的防长立刻就发了一个公开信说你不要掉入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陷阱 不要忘了中国在南海正在侵害菲律宾的主权 而且他有提到菲律宾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包括可以看到菲律宾国内的民众立刻就提到了说 立刻请立刻与中国展开战争 但是确实我看了一下菲律宾报纸的一些分析哦 就是说如果和中国开战的话呢那将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战斗 于是乎马可氏的姐姐立刻出来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说 哎呀菲律宾菲律宾你们在南海的问题上简直是太上头了 因为毕竟来说中国的实力摆在那儿 比如说大家看到了可以用水泡对你的菲律宾的渔船补给船洗一洗啊 你受伤了那怎么办呢也就受伤了 第二个呢就是最近在铁线交的问题上 可以看到中国的直吧哦直升机吧 他是在低空盘旋了五分钟的时间 他没有对你进行直接的伤害 但这个直升机的螺旋桨扬起了这个风沙 也是把在铁线交的菲律宾的所谓的科研人员 呃有一些受伤或有一些瞄眼睛 然后立刻是趴在了地上做了一个回避的动作 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谦歌了 您刚刚只是从解放军对于美国的动作开始进行 呃分析的那我们倒过回来来看这一次美日澳飞 他们的演训动作他们有什么呢会反潜站 船舰通讯站编队航行训练 这个是和去年有了相当大的区别哦 我看去年就仅仅是一个海上补给有一个合影有一个互相敬礼 但是这一次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演训项目 呃是这样子好因为我们看到今年啊中国大陆跟澳大利亚 纽西兰的关系比以前更好啊那这个主要还是艾班尼斯他的政策 他想缓和跟中国的关系也很努力啊 纽西兰也是如此那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很努力的要缓和改善跟中国的关系 中国也接收到这个讯息中国当然就以礼回报啊以热情接待 所以王毅也去出访了那出访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其实是谈的很不错 所以这个联合国呃WTO对于这个中国的提出的控诉 中国胜诉澳大利亚立刻重散如流就马上就解除了啊这个对于啊 啊封闪的发动机还有对于这个啊习晚潮的开放啊 啊那中国大陆也报以啊对于葡萄酒的一个解禁等等啊 这些的做法都是好事情美国看到眼泪是不开心的嗯 所以美国一定要把这个澳大利亚拖下水 所以你会看到坎贝尔最近就一直在讲到俄克斯啊要介入台海的事情 对俄克斯要介入南海的事情 就是因为美国如果单独的拉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会很为难 那美国现在就采用这种把俄克斯跟英国都拉进来的一种做法 就是逼得你澳大利亚你要俄克斯还是不要俄克斯你要选边站 你如果要在俄克斯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参加我们的演练 对我想这个是美国一定要把澳大利亚逼得他选边站的一种策略跟做法 那因此呢他就会故意的就利用啊这个美澳日非的军演 因为这个去年也有举行每一年的定期的军演就把澳大利亚拉进来 想借这个机会来破坏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美国的意图很明白 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澳大利亚他要拒绝也很困难也很为难 因为他希望跟美因为他跟美国的关系还是很亲密的 但是他希望有一点点平衡 那所以你只要观察的是澳大利亚如果在这一次的动作 他是当小跟班的 然后那个扮演的角色是比较弱的 就是不要扮演那种急先锋的 然后例如说是反潜嘛 然后就是潜站的救援团啊 救援船啊这种 或是比较低调的 或者是规模比较小的 兵力比往年少的 那这个就是对中国大陆就释出讯息了 同样也对美国就释出讯息了 说你不要破坏我跟中国的关系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的是澳大利亚怎么做了 那现在是考验艾伯米斯他怎么做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菲律宾你不能够单独的把菲律宾的看成一个整体 菲律宾你要把它切割成为好几块来看 南部穆斯林为主 那南部他知道小马克斯跟他的支持者 也就是他的国防部他们在盘算什么 因为他们想借由中国的南海的问题 挑起这个民粹主义 挑起民族主义 然后去烧菲律宾人的脑袋 把他们脑袋里面烧热 当菲律宾人的脑袋被烧热 因为唯独民粹跟民族主义 是最能够把人的脑袋烧热的 一旦烧热以后主张和平的 那么就变成叛徒了 所以小马克斯的姐姐一直认为说 你破坏跟中国的关系对菲律宾没有好处 他就会变成叛徒 所以小马克斯的声望就会一直往上升 但是人民的脑袋烧了以后 他就不会那么重视经济的问题 失业的问题 毒品的问题 犯罪的问题 他的脑袋里面都会烧在 怎么跟中国大陆对抗的问题 这个部分小马克斯是成功的 那对菲律宾的国防部获得什么呢 国防部突然间 他变成那么的重要了 他在菲律宾的政坛 他变成一个要角了 也就是过去菲律宾的国防部 他可能没有办法成为要角 因为在杜特地的时候 经济为重 然后内政为重 所以他们在反毒 治安维持社会秩序 那就内政部是很重要的 总警察长是很重要的 然后他们的经济是很重要的 基础建设部的部长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杜特地的时代 菲律宾人就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国防部就冷牙门了 因为没事做了 海巡部也冷牙门 现在小马克斯上来了以后 国防部变得很重要了 世界各国 不是世界各国 日本的也跑过来了 澳大利亚的 特别是日本的 也跑过来送船了 然后什么东西都来了 所以他们本身国防部 就变得好重要 增加了好多的筹码 然后他变成重要的要角 所以菲律宾的国防部 就恨不得打一仗 但是又不能够真正的打仗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要美国来打 可是问题就是美国不会打 美国只是希望在南海 在中国跟菲律宾之间 打一场美国的代理人战争 也就是尽量去消耗菲律宾人 用菲律宾人把中国大陆 卷到里面来 那换言之也就是 复制他在乌克兰的情况 当时在乌克兰也是用民粹主义 新纳粹 所以把乌克兰人的脑袋烧热 然后这个时候就变成反俄 因为他们一直就是先迫害 这些在东乌克兰的俄罗斯一的人 迫害了以后 逼得俄罗斯人要介入 然后他们就又说俄罗斯侵犯他们 所以他们是采用的手法都是一样 这个手法很明显的就是美国人在后面指导 因为手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千哥提到这一次 大家重点去关注军演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澳大利亚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个菲律宾方面 现在已经是民粹主义高涨的时候了 那同时我想请教千哥一个问题 他民粹主义高涨对着的可是中国 那是中国的 您也知道 就是大家的愤怒的情绪也很高涨 面对这样的一个我们该如何处置呢 中国不会走俄国的老路直接跟乌克兰打 也就是直接跟菲律宾打 所以中国的对象就是直接跟美国打 这个是大陆的网民一般都不理解的事情 我之前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 被大陆有一些网民把我骂翻了 他说我故意要挑起中国解放军跟美国打仗 然后解放军会输得很惨 你看那种没有自信的人有多少 然后那种崇洋媚外的人有多少 可是你看经过这几年 你已经看到解放军的练兵的对象 其实就是针对美国 这个代表什么 中国的领导阶层是很有骨气的 硬汉的 而且他知道只有针对美国 为什么因为美国打不起 美国也不敢打 就是因为他打不起 他不敢打 然后你敢打的时候 他就吓到了 那反而不会打 你今天如果不敢打 反而就会打到你头上来了 我这个是论点 我提了不知道多少次 就是一群在 有时候讲到这里 你会知道有一堆网民 他们真的是有弱智的严重奇象 是我能理解千哥所说的 那千哥我在我们顺着您的思路往下去盘一盘 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美国想要复制乌克兰打一场代理人战争 那中国我们的目标不一样 我们要打肯定是和你美国打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你菲律宾放在眼中 但是您刚刚也讲到了 印太沙皇 Kirk Campbell 他提到了一句话 就是说 AUX将促进台海的和平 这是他第一次哦 就是把AUX的目标 是对于台海的这个事情 赤裸裸的讲出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中国要打代理人战争的话 或者是中国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的话 那中国背后有谁呢 或中国的朋友有谁呢 我们今天就看到了俄罗斯外长 已经宣布了 就是说他最近会访华 和王毅外长进行一个会面 当然我们大家谈的肯定就是想 谈谈乌克兰的问题啊 什么最近的一些以色列的问题啊等等 但是我发现他这次不只谈乌克兰问题 还有谈亚太局势 也会磋商双边合作 包括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G20等热门的一些议题 那我想请教一下千哥 俄罗斯的力量会 会不会在其中做一个平衡的一个角色和一个作用呢 不管是台海还是南海 中国到处都是朋友 所以中国根本不怕打仗 中国的朋友太多了 那也就是一百九十几个国家里面 美国的朋友不到二三十个 所以其他的都是中国的朋友 我再强调这一点 那也就是说即使美国的朋友二三十个 也不敢介入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战争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 跟美国的战争 中国大陆自己就可以了 十四亿的中国人 再强调十四亿的中国人 要跟三亿多的美国人 你再拉日本人来韩国人来也没关系 中国大陆 北部的战区 就先处理你韩国跟日本 东部南部的战区 就处理你菲律宾跟美国 而且中国大陆对菲律宾的领土 没有野心 所以中国大陆 不可能去攻打菲律宾的领土 那如果要在海上 菲律宾不是一个咖 三两下子 菲律宾的海军跟空军就被解除了 所以那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因此在南海 要打的就是美国 那你美国根本没有人 可以跟你一起打 也不敢来跟你一起打 澳大利亚也不可能 你有恶克斯你也不可能跟人 你澳大利亚整个国家 总共六万多军人 如果你澳大利亚真的介入的话 要碾压瘫痪去除掉你的空军 海军的力量 对中国大陆来讲这问题都不大 因为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力很强 从平时转换到战时 中国早就有在做演练 中国为什么积蓄这么强大的生产制造力 也就是它随时可以转变成为 战时的工业生产力 这个在中国大陆 从过去的小三线到大三线的作战中 早就建立起军工转型的 这个国防工业体系 中国从来没有在睡觉 这70年来 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现在 中国没有一届领导人在睡觉 所以中国永远在准备 那么如果一旦爆发世界大战的时候 怎么样从平时转到战时 跟美国跟欧洲不一样 美国现在它根本没有能力 从平时转到战时的国防工业 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其实都走光了 而中国的制造业都留在手中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倒认为 以一个14亿人口的 而且人均所得已经到12000 的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而且工业生产制造能力那么强 而且不要忘了 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基地 是分布全国 不是只集中在某一个地区 日本只集中在金板绳 东京的板块 经济板块 那是很脆弱的 而中国的经济是分布在各个地方 新疆有新疆的重点 重庆成都有重庆成都的重点 武汉有武汉的重点 这个贵州有贵州的重点 这个上海有上海的重点 所以中国大陆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那这个是国防工业的一盘局的思想 我个人觉得美国也很清楚了 它打不起跟中国了 中国也不会上当跟美国人打 一场代理人战争 要打就直接跟你美国人打 其实中国一直准备的就是这个 坎贝尔讲的这段话 其实就是因为他有充分的挫折感 他自认为他是亚洲的撒谎 他很懂亚洲 然后结果呢 两大挫折感 第一大挫折感就是 怎么澳大利亚纽西兰 转向跟中国大陆缓和关系呢 这个就代表 对拜登来讲的话 那你这坎贝尔你的脑袋有问题啊 你跟我讲 这个南太平洋澳大利亚跟纽西兰 一定会严厉的对抗中国大陆 怎么他们要改善跟大陆关系呢 那你这你的亚太的沙皇 你的策略到底在哪里 好 那中国不是削弱了 我在南太平洋的盟国的影响力吗 还有这次新加坡的民调出来了 如果美国逼着东盟的国家 要选边站 50.5的人选中国 2022年 百分之38.8的人选中国 结果2023年 百分之50.5的人选中国 中国一下子爬升了百分之12 那你坎贝尔当了副国务卿 结果你搞出来的结果是 整个东盟的国家 从过去倒向美国 现在倒向中国 你在玩什么东西啊 所以坎贝尔充满了挫折感 所以他就讲 我们AUKUS是可以介入南海的 介入台湾的 那不是一个更不确实际的讲话吗 简直是智商有问题 刚刚谦哥讲到的东盟的态势图 其实昨天本来想跟大家讲准备一下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这两天都已经看到这个新闻了 东升西降算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的确立了 如果导播找到这个图 我们可以带给大家来看一下 当然刚刚谦哥您有讲到的 就提到的就是说 中国的朋友很多 美国的朋友 就是你敢不敢打呢 我给您指一个例子好不好 我们以这个例子来做一下分析 本来我要准备到最后这一段的 我就拿到前面来说 您还记得在鸿海吧 那个时候 鸿海不是美国要组一个艰 这个舰队 然后要进行鸿海的护航 但是现在都觉得说鸿海的要面临解散了 于是我们来看到丹麦军舰 就是他鸿海护航舰 对的那一个丹麦军舰 突然今天发现 哎呀 我的这个武器发生问题了 我发射不出去 同时我想跟鞋哥讲说 我们也不要担心太担心美国 他忠实的盟友一定会挺上来的 那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其中之一的爱沙尼亚 正式宣布会派一名国防军人正式到鸿海进行护航 和美国和欧盟一同打击胡塞武装 我只是我只想表达就是说这个新闻 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怀疑它是真实的新闻吗 真的真的真的 对美国什么时候已经沦落到用爱沙尼亚都用上了 那你就想说美国的朋友或美国手上的牌还有多少 同时我再来跟鞋哥讲一讲 我们老是在讲英国嘛 今天我看到一个简直是笑掉大牙的事情 31号英国官方有揭露了 英国军队竟然遗失了一大堆的武器装备 包括通用机枪突击步枪火箭发射器手枪弹药全都丢了 而且还有他们的笔电然后桌电手机随身碟 加起来有1800件东西全不知道放哪了 英国议员都说我简直都傻眼了 我就想请教一下千哥 您看一下美国的盟友 首先爱沙尼亚真的很 你说人家也是美国的朋友嘛 派一个人来也来了 然后英国这种也是盟友 但是老丢东西那怎么办呢 这是美国人的惯常说法 因为他永远要搞一个八国联军 因为他要告诉全世界说 我的朋友很多 然后呢 我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是有一堆人参加的 不是我美国人一个国家独来的 不是我胡来 是大家一起来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德国这些大国德国不参加 法国不参加 因为他们才是欧洲比较大的国家 而且他们是地中海使用量最大的 那就是法国啦 还有意大利啦 还有西班牙啦 他们都是地中海海域使用量最大的 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一个国家 那么愿意跟美国站队 这代表什么 一旦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呢 不是都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成员吗 是啊 但是问题就是要不要站队 不要啊 你美国人被打了 那北约的防御要不要启动啊 不用啊 这次法国不是一直说 我们要去支援乌克兰吗 然后德国的议会不是做了一个决议说 对不起啊 北约不急于乌克兰啊 你们这个法国 虽然是北约的国家到乌克兰被打 那是你法国的事跟我们北约无关 这个就是北约 利益上很有影响的时候 这个北约的同盟关系 就有考验了 但是利益没有影响的时候 象征性的 这些国家当然都愿意派一个军人去嘛 反正就是象征性的嘛 这个钱付得起了 薪水照发嘛 手枪再配他一个嘛 手枪配怎么样 在海上 他坐在军舰上配一个手枪 对 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手枪还会掉 有啊 他说我有武器啊 你干脆配一把弓箭给他 弓箭 打回石器时代 那坚哥 英军这种老是出现 要不然就是军舰抛锚 要不然就是 几率有问题 几率有问题 训练有问题 他们的维修能力真的有问题了 而且他们的航母 我个人的推断是 当时建造的时候就设计上有问题 哦 你看前段时间是他的发动机出问题 后来的时候是他的螺旋桨出问题 哦 所以我觉得他在当初 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还有在制造的时候 品管一定有问题 哦 所以说吧 这日不落帝国 还在 不行了 他的海军建造能力不行了 嗯 是啊 他已经结束了 他应该要认 要认命 他结束了 现在是中国的时代了 是 我觉得就是大家 老师很避讳讲东升西降 但确实 刚刚千哥从之前提到的 东南亚太事感知 东盟被迫选边站 都要选择中国开始 以及到美国很坚实的盟友 他们不是 他们是不选边站的时候 也很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可能属于美国的时代 真的是要过去了 同时千哥我想请教一下您 最后一点 我们想抛出这样的一个话题 就是在俄乌战场上 最近也非常的 值得我们去关注 首先第一个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伊古 他其实是有去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兵工厂 进行考察的 有消息就说 他发现后面看到没有 这个正在那儿 嗯 的那个工人旁边 站到了这个炸弹 叫做FAB3000重型炸弹 有人就说这个炸弹 是堪比战术核武的 所以大家都在揣测说 他以后还有可能装滑相翼 和制导模块 如果这个用在俄乌战场上的话 那乌克兰的危险就很大了 同时这个时候乌克兰的情报部门 今天不知道突然为什么跳出来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乌克兰呢 我们就都知道最近不是老是用他自己的无人机吗 去炸俄罗斯的炼油厂 而且呢 而且还炸到了俄罗斯深入到内陆的这样的一个炼油厂了 所以来看到乌克兰今天的情报部门官员也在说了 他说我们会在今年上半年来炸毁克里米亚大桥 我就想请教一下千哥 他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炸 因为乌克兰毕竟来说他最近 刚刚导播也放给大家看了 他的无人机技术提升的挺多的 他自己造的索库尔无人机都可以打到俄罗斯北极基地了 那现在俄乌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我们该如何去观察呢 上次对于克里米亚大桥的攻击成功 是用这个无人的舰艇接近以后 那么攜带炸弹爆炸 那当然还有地面的桥梁 那他用载的炸弹车 但是由于上次的炸弹车 所以俄国除非俄国的军人 军纪真的是有问题 不然的话他们基本上在过桥的检查应该会趋向严格严厉 所以他如果再想用桥面的这种 汽车炸弹的方法 他的难度会升高 并不是说他一定不会成功 那第二个对于俄罗斯来讲 现在要留意的是无人的攻击艇 无人的水下的攻击艇 有点像鱼雷的这种攻击艇 这个部分里面要看俄罗斯 是不是在这个整个河道 就是克里米亚大桥的附近里面 建构起一个有效的侦察系统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密集性的攻击 如果要把整个桥炸断 他必须要在一个精准点上连续性的攻击 才有可能把他的桥蹲 就像美国的那座巴尔蒂摩的桥把它炸断一样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他的支撑点的一个结构点上 然后在那个结构点中进行饱和性的密度高的一个攻击 这个难度也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既然他放出这个风声 那就是已经提醒 那这个为什么会放出这个风声呢 就是代表代表什么呢 代表俄国在现阶段的战略先已经转向 也就是说在夏季总攻开始之前 俄国现在是要削弱 这个乌克兰他的这个基础的总体的国防工业能力 那也就是他是以基础设施作为大量的攻击 所以你会看到那种巨型的炸弹 例如说他是很适合对于整个发电站 整个发电厂 甚至必要的时候要把水库炸掉 也就是水力发电厂 然后甚至火力发电厂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除油槽 那这些东西要整个都摧毁炸弹 或者是对于基辅 哈尔科夫 或是利沃夫等 这些大型的人口密集的城市 进行大规模的尤其是国营的企业 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摧毁 这种炸弹就很有用了 所以我觉得俄国 我举例子 假设整个乌克兰大断电80% 那他要花很多时间修补 那修补不成功 那俄罗斯开始进行总工 那请问一下 没有油没有电 武器生产制造各方面都有问题 交通运输有问题 那你的部队怎么如何激动调动 那这样的话会很有利于俄罗斯的总工 所以我估计俄罗斯的总工 应该在夏天的时候就会展开了 春夏之际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 他乌克兰对于克里米亚大桥的攻击 也是在6月之前 也算是在夏天之前 对 这个可能会 大家要重点观看 那要看有没有产生效果 那所以这段时间 双方的战争事实上是在升级 所以也算是一场打一种心理战吧 没有 他们是在对总工做准备的 是好 那乌克兰基本上来讲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因为俄罗斯现在打算要在这个 解决这问题了 是 所以这个桥的战略重要性就会降低了 嗯 是千哥同时我最后一个想 结合两个最近发生的事情跟您 分享一下 您来帮我们做一下解读 中俄一不是在阿曼湾有军演吗 军演完了之后我就看了一下俄罗斯 它的军舰的一个走势图 我就发现它 已经穿越了这个曼德海峡 进入到了红海 他自己是说要按目标来执行任务了哈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穿过红海的时候呢 确实和北约 我们说吧和美国所组成的这个红海护航队 他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 我不知道他如果继续往上走 会到地中海甚至是到黑海这个地方吗 但是有一个观察点就是 新链的老板马斯克他在他的推特上有发文 建议乌克兰尽快和谈 因为他说在缺乏装甲和空优的情况之下 战争越长俄罗斯获得了领土越多 最后他有示警乌克兰说 你位于黑海西北岸乌克兰港湾城市 敖德萨也有可能会沦陷 如果说马斯克的市井 加上俄罗斯战舰穿越红海 我们一连串的做一个联想的话 未来的俄罗斯的这个进攻态势 我们该如何去观察 俄国如果在整个战争 泰斯对他有利的时候 把奥德萨打下来占领控制 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这样的话俄国就可以牢牢的 掌控着整个黑海这个区域 黑海等于是相当于俄罗斯的内水了 这个对于欧美的国家来讲 是处于非常不利的一个地位 而且俄国的安全 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的相对的安全来讲 可以更获得保障 所以我觉得马斯克的判断是正确的 是准确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一旦你兵败如山倒 整个防线溃退以后 那俄国就没有理由要跟你谈判了 他就一定会把奥德萨打下来 这是相当有可能 而且也可能会整个地内薄荷移动地区 俄国会占领更大片的土地 这也是合理的推断 而且尤其是新链 虽然说马斯克说我们没有帮乌克兰 但是多多少少我们都知道公开的秘密了 肯定有提供具体的位置 不然这个不可能打的会那么准了 所以说马斯克都出来示警了 还是要多做一下观察 今天超级感谢千哥 千哥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谢谢 我忘了念到内了 谢谢我们云霞游的支持 他说台湾人要和平 他想问赖老师 为什么不直接呼吁台军放下武器 退出军事设施 那样百分之一万的和平了 其实解放军已经喊了很多次了 吴旭赖老师在喊了 他说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责任 忽悠中国大陆花成本去打美国 台湾旁边看戏 请问台湾人愿意为和平付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两岸要赶快统一 这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尽快的寻求一个方法来统一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需要两岸的民众要在一起 但是我再强调一点 很多大陆人说 你以为我一直要鼓吹大陆人跟美国人打 是这样吗 是美国人一直挑衅大陆 还是大陆一直挑衅美国 当然是美国一直挑衅 你一直被挑衅然后你不敢跟他打架 厉害 战略定力啊 好勇 好勇 他也提到了说打狗给主人看 肯定比打主人给狗看成本低 而且主人挨揍了狗还是狗 我们的目的呢只是收拾狗 不收拾主人 好谢谢月明 乌克兰的问题 俄国其实死亡的人数也不少 是 好 但是美国没有人死 隐隐为戒 隐隐为戒 要小心不要落入圈堂 美国赚更多的钱 好 谢谢月明的支持 最近美国海军所舰 再舰跟维修的船舰都需要延迟交付了 谦歌是否有所耳闻 对美国未来外军的 对外军事的布局会有何影响吗 美国好像连航空母舰都不造了 美国自己的船舰的维修能力 都要请韩国跟日本帮忙的 你觉得他还有多少能耐 哈哈哈 又开始杀人出心了 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还怕他怕的要死 厉害厉害 我很佩服 哈哈哈 谢谢易龙的支持 刚听完最新一集千歌的会员直播 发现非国的小马先生和美帝结盟 不顾其国内其他重要领袖的反对 还准备想要修宪 再连任一次总统 感觉上已经是在走父亲的老路了 若小马可是仍要修宪 那么38年前 他父亲的政权被推翻的老路将会重演 另外台湾地震虽然日美两方 表示愿意给台湾援助 我们感谢外援 但就美国对援助乌克兰到位不够的情形下 美国要因台湾地震援台恐怕也只是口惠而没有失智 这一点他说他也要移美了 大胆移美 我欢迎日本跟美国都给钱 人也不用来 钱送过来就好了 就是尽量把钱送来 但是要指定 是台湾的每个老百姓都要分到 而不是给民进的政府拿去用 那一定分不到 你不用呼吁了 按照人均来分 谢谢Aden的支持 支付宝支持三位有收到了 谢谢Buddy的支持 三位依然有收到 谢谢你们 当然最感谢的是千哥 辛苦了千哥 谢谢 好好保护自己 因为最近我听说还有余政 然后这个咱们就下周四再见好吗 OK 拜拜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如果大家是通过电视机前 收看以及收音机前 说听的朋友的话 欢迎YouTube搜索BNE TV 点击订阅我们 然后还记得帮我们的视频按赞 明天依然早上 新西兰时间的七点钟 我爱纽西兰国际的重磅 每天发生的突发的消息 以及新西兰本地的新闻 一定要锁定我爱纽西兰 第二个呢大家是中午的时间 依然会看到大家最爱的漫漫节 为大家带来国际漫谈 明天晚上的时候 我漫漫节周五最忙了 因为他晚上还是会和张静老师 做这个进野军机处 依然还是有军事方面一些 比较深入的一些议题了 想跟大家共同的来探讨 希望明天一整天的节目 大家都能够多多支持我们 辛苦咯 三妹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同一时间 大家去支持他们 我要休息了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就下周二再见好不好 拜拜 明天同一时间 我在想说我干嘛 明天同一时间 谢谢YouTube的朋友们 大家今天有没有先帮我们按赞啊 先按赞好不好 Angela Lee的说 Danny一到聊天就出来了 是啊 平时都潜水 一到聊天 跑得挺快的 让我甚至都觉得你是不是 诶 怎么了 哦哦哦哦好 芸汐哦 又又抓到一个潜水的 咱们就说不到 一个多小时不过完 是炸不出来你们这些潜水的是吧 嗯 我看一下亮哥刚刚给我发一个什么 说我成中天主播了 啥呀 哦 哦网上大家乱写了 很喜欢中天主持如翟轩周玉京三妹的 翟轩人家也不是中天的主播啊 三妹也不是 只有玉京解释 哎呀笑死我了等一会回 精神医师说 新西兰有没有类似于清明节的节日 哎好像没有哦 没有 继组的类似于这种的 没有 哈 玉米一进来就看到你和欢欢打情骂俏 谁呀 欢欢又是谁呀 是我们新来的朋友吗 嗯 对她分过去 我一会再回好了 嗯 嗯 对呀简直是 我又不想说 嗯 为什么说我是中天的主播一点开看 结果发现说了三个主播 两个都不是 哦 哦 最近我们直播直播室都很热闹嘛 因为 这什么大日子来了 这个大家都要出来领钱干活了吗 嗯 嗯 哦 主要聊天室里面带风向的不可怕 怕跟风向的才可怕 看不下去 没事看不下去 哎呀就咱们就聊天好了 没事啊 咱们 嗯 嗯 郑杰说 TVBS要看节目组 看他的谈话节目会觉得 亲中 新闻报道 觉得跟三立没两样 因为大家比较喜欢看的 TVB就新闻大白话吧 大白话好像不是 TVBS新闻的 他好像是放在TVBS 他就是那个台里面 他不是 列在新闻台的 好像 不是啦 但因为不是这个大日子啦 大日子是在下个月的 二十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势必要有一些预热活动 大家都懂得 好吗 嗯 哦 毛利新年就是毛利人的亲民 我刚刚就想说 会不会是 那个毛利 毛利节 但是毛利的新年就是说 哦对 他是天上夜观天新的时候呢 寄托对于祖先的思念 但是新西兰本来就是一个 移民国家 随便了 好 新西兰是一个移民国家 那你要说 毛利新年代表所有的话呢 像中国亲民节那样代表所有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 意义可能不同 嗯 紧紧哈喽 你确实好久没来打招呼了 真的假的呀 Angelo 你不要 你不要 我还是不要念这句话好了 我记 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不要演 嗯 大家周末去哪玩啊 大家周末想要去哪玩啊 要放假哈 这周末大家要去 清明节 咱国内也放是吧 国内已经放了是吧 哦 今天放 哦 咱 然后那个 台湾的朋友哈 是不是也 也要放个廉价呀 放几天廉价啊 感情明天大家都放假了呀 一突然觉得我就不特别了 明天大家都放假 好 好好好 不要 楼都已经歪了呀 今天是第一天假期是吧 OK 好 今天开始放三天 OK 国内是放四五六吗 周四周五 哦 星期天就开始调休了 所以从星期天开始上班 嗯 云霞游说高速路塞车了 到处都是 没事别出门 哎哟 怎么喜欢金志源呢 我也喜欢金志源 长得可漂亮了 我可喜欢他了 好 今天感谢大家 哦 周天调休对吧 好 对 月明 我要跟你说拜拜啦 我要撤啦 打球肯定打篮球呗 是吗 不然打台球啊 这么 这么 这么那个非主流的吗 打台球 打台球是我停留在 非主流的时代了 好了 今天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先帮我们按赞 再离开好吗 明天依然支持我们 BNE旗下的所有节目 多谢大家咯 明天我们再见好不好 拜拜 不不明天不见了 下周二再见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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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